剛出現那一台詞 想必觀眾朋友們都不會陌生 常常在電視裡面都看到過 而且廣告收益 其實就是電視台很重要的收入來源 像今年2024不是有巴黎奧運嗎 對 美國已經提前預估 今年2024巴黎奧運的廣告收益 預估有12億美元 台幣大概389億 這個真的是歷史新高 對 我們今天就來歡迎 兩邊的廣告巨星們 首先 廣告巨星隊 歡迎小鐘哥 大怪的可笑 對 等人來到現場 對 還有子萍 高 以及陸許 直播松口卒 好難受 隊員那個帥哥 對 當然對面 廠商重合隊 童昌明 昌明哥 送聽好理你來了 好 童令元 你累了嗎 對 有這個 主播 對 許濤 許濤 你好 你好 白桃 何樂中 好 那個外眾小哥 有 真帥 他的笑容 他們真的沒有亂發人 對 是真的 他過來了 每一個都是電視廣告的寵兒 都不是山寨 沒有 不是有一個人拿著那種照片 就說自己是孔兒 沒有 他會講什麼 沒有 今天不是聊這個 真的 今天不是聊這個 小鐘哥的 其實你每次的廣告都讓我們覺得 印象非常深刻 像那個鋼丹堡有混 為什麼有個什麼藝人小鐘 為什麼 對 因為當時的廠商找我去拍的時候 他對我的知名度沒有信息 他 撥出來沒有人認識我 所以他特別寫了一個 藝人小鐘代言 結果憲哥看了之後 覺得就很心酸 他說你當一個廣告 還要打你的名字 你就知道人家 人家躲不看好你 是 就是後來 這個真的就有藝人小鐘 真的耶 後來憲哥講了之後 他才把藝人小鐘撤掉 那後來 也夠了 也夠了 可是你最近還有那個 身髮帽的 身髮帽 超大 那身髮帽那個 在那個市貿中心 那個餐廳好大 聽說他現在 那身髮帽這樣疊起來 他已經賣到 已經超過101了 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後來我就帶演 另外一個手遊遊戲 叫阿斯達 我那個是長頭髮的 人家就網友說 哇 你的身髮帽好有效 一戴上去現在沒有長頭髮 把錢不知長出來 還長好長 對對對 所以說我覺得 一個藝人一個廣告 我覺得很重要 讓人家能夠升職人心 大家看了 想到你就會去買這個東西 對 而且最主要就是 大拐的 乾燥喔 更深執的是要有個slogan 對 slogan 像這個美鳳姐的 你吃的魚有幾% 對 連我兒子都會 大家就會把 坐計程車都看到 寄下去了 對 這個很重要 對啊 所以像那個slogan嘛 他自己 你怎麼沒有感覺 你怎麼沒 這好意向深刻 他就是那個孫女 真的耶 孫女本人耶 對啊 你阿嬤還好嗎 我阿嬤還好 而且我有一個 迷思要破除大家的迷思 就是 我的阿嬤有感覺囉 我的阿嬤有感覺了 我是長大版的 小時候的不是我啦 小時候的不是我 那妳是拿什麼去壓 我是小小的玩具車 輕輕撞一下 阿嬤就有感覺了 哦 新版的聽說好像要破除去撞 好不好 猛材 猛材 很厲害啦 哦 很棒 那其實你的商品 他給是比較長輩嗎 對啊 那其實在路上 會不會比 反而大人比較常認出你 對 比較容易 因為像我 可能拍的時候是高中 同學不太有機會 一直看電視 對 所以可能都會是長輩 就是家長 欸 你同學 欸 是不是有拍這個廣告這樣 那我們隔壁帥哥啦 哇 這一個 你好 就是那個 即時未膩 應該大家最近這幾年 這印象很深刻 就出力的時候 還有那個 就是 食刀生活著樂 餵食刀逆流 對啊 應該走在路上很多人會出來啊 對啊 就是 有一次就是搭那個計程車的時候 那天也是剛收工 然後就一上計程車 那個司機就直接看那個後照鏡 然後發現 欸 奇怪 你不是那個餵食刀逆流的嗎 他直接問我說 啊 你還好嗎 我說 沒有啦 那個是 那是演的 那個我沒有真的 他說 我就說 我很好奇 司機怎麼會知道 他就說 喔 因為他有那個朋友 在那個群組裡面 打球的群組 跟 有講到我這樣子 可是他本人並沒有看過我喔 所以你剛好做壞事 對 有標籤了 有時候在球場演示這樣子 對 那我們來問這個最厲害的 昌明哥 聽說十年 十年 十年 生疼好似你 十年 同時這十年裡面 一個是他 另外一個是 那麽厲害 對 都十年 所以那時候我們出外景 到了中南部 不得了 每一個人看到我 不叫我名字 就叫 欸 生疼好似你 欸 那麽厲害 真的 我想說 欸 我是有名字 但都叫這個綽號 還問你說 欸 有沒有帶來 我們這個腰痠背痛也來 要接一下 你說到這個 然後有時候有一天 我在那邊 不曉得在幹嘛 我聊天 他說 今天腰痠有點累 他說 欸 你這樣會痠喔 你不是生癢好似你 你不是生癢好似你 也生喔 對 這就好像藝人 站在那邊尿 然後說 藝人也會尿尿喔 那我變成時裝 你知道嗎 我也是人啊 對 也是人啊 對啊 對 那令元呢 令元 人家不看到你就問你累了嗎 對 或者是跟我說 那個 彩虹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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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彩船 上床還是上床 對 上床 上床還是上床 哇 就是那個知名主播嘛 對不對 對 西鄉主播 他怎麼會講阿拉伯語 這麼厲害 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阿拉伯語系嗎 對 我們之前圈內有一個阿拉伯語系的 有 語文 對 他一句都說不出來 對啊 那接下來這位徐濤也是 陽光班的燦爛小群 帥喔 欸 外送小哥很有說服力 對啊 因為那個廣告 我那個麥當勞 花的時候我都自己去拿 就打開 對 每次都遇到 結果他那個廣告只會寫說 裡面的食品跟電視畫面有所不同 他們應該要附註 外送女人跟電視畫面也會變 對 每次打開就 喔 放著就 沒有啦 這是在躲你 對 很多人應該問說 你吃麥當勞有沒有打折 對 因為那時候是大學的時候 排第一支 然後那時候常常同學就會問那些 可能他們會覺得 很新奇的話題這樣 但我都是親自支持啊 真的小帥哥來的有沒有 來 今天獲勝的隊伍 當然會有10萬元 高級家電